凤凰花开,离歌清唱 今天是你们迎向未来的日子 会长爸爸在这边想跟孩子们分享两则小故事 为即将展翅高飞的毕业生补充飞行的能量 一个年轻的侨夫到山上砍柴 不久另外一位老侨夫也来了 到了傍晚,年轻的侨夫发现 老侨夫虽然比他晚来,但砍的柴却比他多 于是他决定明天早上要更早到山上去砍柴 第二天,年轻的侨夫很早就到树林米去工作 没想到当他挑着木头回到柴房时一看 老侨夫砍下的柴还是比他多 第三天,年轻的侨夫决定 他不但要比老侨夫早上山 而且要比他晚下山 没想到老侨夫砍下的木头 还是比他多了一大箩筐 接下来的第四天,第五天也是一样 到了第六天,满腹怀疑的年轻人 忍不住向老侨夫请教 我比你早到,比你晚下山 比你年轻有力气 为什么我砍的木头还是比你少呢 岛乔夫拍拍年轻乔夫的肩膀说 年轻人啊,我每天下山回到家里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斧头磨砺 可是你回到家后,却因为太累了 只顾着休息 斧头都被你砍盾了 虽然我比你老,比你晚到 比你早下山 但我的斧头却比你锋利 我只要砍五刀,术就倒了 你却要砍十几刀,术才会倒 此时年轻人恍然大悟 懂得人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 不能忘记充实自己自我成长 要一直认真做事 一边不断充实自己 才能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 追求自我的超越 另外,会长爸爸想与毕业生 分享中国人与犹太人不同的经营之道 第一个犹太人来到一个小镇上 开了一间加油站,生意兴隆 第二个犹太人来了 发现加油站生意兴隆 想到加油站的客户应该有吃饭的需求 所以投资开了一间餐厅 第三个犹太人来到小镇 想到小镇观光的人多了,需要住宿 于是开了一间饭店 第四个犹太人发现 住宿的人大多有补充生活用品的需要 所以开了一间超市 于是到访小镇的人越来越多 加油站、餐厅、饭店、超市 生意更加兴隆 小镇成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小镇 在小镇经营的犹太人们都富裕了 而中国人的经商之道又是如何呢 第一个中国人来到小镇 开了一间加油站 生意兴隆 第二个中国人来了 发现第一个中国人投资的加油站 生意好的令人羡慕 于是开了第二间加油站 第三个中国人来了 发现前两个中国人投资的加油站 生意好的令人眼红 火速开了第三间加油站 第四个、第五个中国人也都来到这边 开启加油站的生意 还打出折扣促销的活动 最后整个加油站都不敌恶性竞争 相继倒闭 小镇们又恢复到萧条的起点 从犹太人与中国人不同的经营之道 我们可以了解 成功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 而在于你与多少人分享利益 帮助过多少人 帮过的人越多 服务的地方越广大 那你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在毕业之际 会让爸爸以上述两则小故事 给予毕业生们高飞展翅的能量 并最后以一段清新小雨来祝福各位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坚持 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 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而是感谢 最好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愿十星国小十二届毕业生们 心想事成 拥抱健康 足梦踏实 谢谢